Journ d'Hermes Journ d'Hermes The dawn of a new fragrance It makes you feel good It's Dior By Christian Dior Alice 阿匡 後香港小店員網上約機 Cue Cue Mamiselle Chanel 好,來到第十四集 後香港小店員網上約機 我們已經超出第一季的集數 上一季是十三集 我記得我們 所以我們已經超出上一個 一個季度的集數 很明顯是因為說不完 我們要先說 上一集 其實我們很明顯是同一天錄 請了嘉賓 如果我們很開心的關係 於是決定錄第二集 這是第十四集 我們仍然繼續有阿芬 她是沒有走過的 好像整個兩個禮拜 她繼續說 但我們今集應該說一些有趣的東西 因為說旅遊 我相信不會完 講十天 十夜都不會完 我打算是找一天 我沒有題目 而你又在這裡 才再找你 我們這一集說什麼 就說一下你去 究竟怎樣開始這件事 我們又要回來 怎樣去開始這件事 因為我們 講到去到中間的時候 過程也講了很多 過程也講了很多 中間遇到什麼 有什麼開心不開心 有什麼危險 都是中間的過程 但怎樣開始 怎樣去 開始這件事 或者開始之後 怎樣去轉接 或者是想做這件事的朋友 到現在都未做 我反而很想知道是stimulation 不是別人說一句說 你去吧 那你就去 你一定有一個很深的感受 真的一定要去 應該是說 很多人都會問 你有沒有計劃 你要想將來 很多人會說 現在讓你玩一兩年 之後怎麼辦 你身外面會有很多不同的 noise 要告訴你 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 因為未來 是的 我的答案就是 人只能活一次 是的 你問我要活得長還是短 我會回答 如何活得精彩 這是我的概念 我這樣說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回答 這是我的概念 要活得精彩的 你有很多種方法 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最簡單就是 追尋你的夢想 你夢想甚麼 我真的沒有人回答你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這是最公平的 你去之前 你不會想到 這個就是我的夢想 這個不是 當初去的時候 不是 只是休息 純粹 因為你初初是休息 因為很有趣 我們上兩集 現在已經是 上兩集 我們講了夢想這件事 我跟 有一個嘉賓 其實你以前也認識的 Janet 是我們以前concierge的同事 我知道 其實都是你認識的 其實我本身就想著 你們兩個可能會一起坐在這 但因為時間關係 大家都是 所以就沒有畫法這件事 我們就在這裡提到 夢想這件事 就是有些事情 你要stand得好 你要很firm 最初我們談到 你要很firm 你知道自己做這件事 然後持之以行去做這件事 就說 完成了 但我們發現 現實世界不是自己的 通常見到一個成功人士 嘩!你成功了 他才回頭 告訴你 他是怎樣成功 但其實 可能他最初 根本就沒有 有計劃去做這件事 根本不是想做 只不過可能 環境迫城 或者是怎樣才 要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說 其實你也可能是這樣 其實你本身打算休息 其實原來我 是想要這件事 沒錯 想要這件事 然後就出發 你中間一定有個twist 例如你說旅行很容易 我可能連旅遊書都不用看 就出發 但你知道有限期 你想像一下 你去旅行 是一個無限期 你可能去到中間時間 真的已經不重要 但最初 時間很重要 你還沒想到自己 究竟要在這裏多久 你要慢慢去沉澱 所以整天有句話 就是你一個人讀油 你讀油是 你找回自己最根本的想法 還有你會用來洗滴心靈 很神學 心靈是一種方法 當你一個人 我不管你在哪裏 除非在城市 如果一個人坐在沙灘也好 一個人坐在咖啡店也好 甚至一個人坐在圖書館也好 我不管你 總之你一個人 你真的會在想自己 究竟在做甚麼 平時你只是回家 你累了 你睡覺吃完飯就睡吧 不用做 還要起床 香港人只有一個夢想 就是八號 沒有其他事情 對就是夢想成真 對 半天 打了幾個小時 但做甚麼 只有半天 但當你反過來 你能夠一個人在其他地方 當你說香港能不能做到 我不敢肯定 但香港很難沉溺到 對我來說 因為你出去花錢 但你外國一定在外面 你沒辦法 你無法選擇 你一定在外面 你不用錢 你自己選擇 你咖啡店也是花錢 但外國咖啡店 不會很貴 圖書館免費 Anyway 你自己找些地方 你真的會想的 你真的會想的 我去露營並不是因為 除了省錢之外 就是我發展這個方法 是可以用來沉溺自己的思想 用來找回自己 究竟想要和想做些甚麼 但當我的人生模式 由有限的時間 變成無限的時間 你不是去到完全無限 只不過沒有一個很實質的 因為正如我有一位朋友 他經常說 My time is no limit 他是這樣口音 他是以來的 以大利人 John, me scusi My time is no limit 即是他說 我的時間是沒有限制 因為他教會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 等是一種學習 慢 不是一種簡單的事情 很有趣這兩句話 意大利人想的事比較奇怪 不要介意 他說等的事不是 我是一個 不是很喜歡等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例如今天 因為我本身放假 我打算去買Dok Ma Dr.Martin 因為Dr.Martin on set 減價 我已經走到過去 已經很辛苦 因為那個南桂坊19號 其實你要特地自己走上去 乘車不夠 走也不要緊 我走到上去 我立刻下來 我想都不想 因為他排到 是兜著那個建築一半 然後我就想 等什麼 然後我就在門口 安裝一下 我打算看看 是不是真的值得到這樣的地步 我買的款式 不是我想要的 大約 不知道是否在深處 有很想要的 但我會買不到的東西 隨便吧 然後我問 我等你做什麼 然後我看見 那些人很慶高采烈的 在等著 Godaiwa 雪糕的時候 是一樣的 我都沒有等 那時候 我心想做什麼 即是Kai 然後我就想 算了 你那裏也有1000元 他那裏也有40元 他用40元 等了一個小時以上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唯有一個雪糕 這個就是價值觀問題 我又不會評擊他對錯 價值觀問題 我沒有 我是接受不到的 我對時間是多 例如 例如說 我是一些 我都怪的 例如我放假 我就會想 那天要做什麼 所以我想 你要排日子 因為你怕空 是呀 我不喜歡空出來的時間 慢生活是一種藝術 所以我未接受到 很多人 我看過書 或者什麼人說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等是一個學習 我就在想 因為在我的眼中 等就是一個 浪費 除非我真的等 我都會在等的期間找工作 例如我明知今天要等 我試過去公立醫院的檢查 那些 你沒有辦法 你一定要等 沒有辦法 隨便 那我就會帶一本書 或者說 我知道有些東西 我就坐下 例如說 例如我真的沒有工作 那我就想 我有沒有一些東西 需要去 好像今天 其實我沒有特別的計劃 因為他經常都想下雨 所以我沒有辦法走出去 就是一些郊野的地方 他還要說蠔語 今天會有 但我擺姿是沒有用過的 不知為什麼 其實都是這樣 那我就唯有自己到處走 因為當時不吃 我本來想 我本來想 我只是預備好 要帶我背囊 就想再把當時回家 誰知沒有 我一看到那個排隊 我就心想 It's wasting my time OK 接著我就寧願離開 我就心想 我寧願去探索一下這個附近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中上環 我自己 很正的中上環 因為那個店舖不會限制 而且你不會經常見到 八街那些 你不會經常見到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樣走 那我就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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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之被我 不知為何走到PMQ 什麼 PMQ是那間 原創方 原創方 足之被我 不知為何無緣 一下去就是 我自己明明在那裡見到 AAA 有水土 我 Custom Air去到 pozicou 完全沒想過我可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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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flick 那是我自己買著 shows ça 這已有差我們 那流放的わた 所以我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每一刻要得到 NEIL die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常常是香港人 覺得每一刻都要很意味 但我都接受不到 這個是香港人獨有的性格 應該這麼說 我是不想 其實我認識很多做Retail的人 很多時候人們會覺得 放假當然我來享受 那我就接受不到 我自己不太接受到 不知何時開始養成一個這樣的習慣 我會覺得每一個假期是要放假的 但放假當中我都有一些事情要去做 你不可以探望自己的地方 我常常覺得 我常常說去旅行 去旅行 事實上那個環境不能讓你經常去旅行 頂上去六次 我試過一年去六次已經很多了 已經是過份了 即是去六次 又不是很豪華 我去旅行也很便宜 但是 已經繼續去旅行 因為會繼續去旅行 我又不是說會喜歡繼續去旅行 但你想想 你經常去很多地方 但你自己在香港是沒有怎樣走過的 很多人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自己很多時候找一些 可能自己不太認識的地方去旅行 那我就在我眼中這些叫做很珍惜時間 所以萬活這件事 我是有曾經跟我朋友說過 但我不知為何我到現在都接受不到 我不知道所謂那個 時間與無物是甚麼事 即是我是真的不能等 我看到那間食物要等 我就會馬上再見 我就會吃第二間 因為我本身那人又覺得 不是真的要那麼想吃那間食物 就說下次吃也可以 你看看你等甚麼 如果你叫我排隊等買食物 即是吃壽司 或是你排隊買鞋 我不會等的 但如果你的等是給我自己去 譬如你叫我等日出 等日出 我是等這些 我是等這些 我是等大自然的東西 或是一些舒服式的東西 但我覺得你等的東西 是否有一個獨有性的 又或是你叫我去咖啡店 不好意思我現在真的習慣了 你等咖啡店 要等杯咖啡等15分鐘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我是等到的 但你等那段時間是沒有工作的 看書 我長期真的把書放在身上 我去旅行也會帶書 因為你在外國找不到中文書 不是不看英文書 看英文書很累 英文人很厲害 你多花兩盤 你的腦又要用力 你的眼睛又要用力 你是茶字典又用電 你一個人在外國 其實電是很矜貴的東西 所以就帶了中文書 所以就帶了中文書 我很好奇你帶了甚麼書去看 我... 哲學書 我怕你說武俠小說 我早期是看哲學書 但我近一年看日本的作者叫東野龜吾 我挺喜歡看小說 看小說 原義系 我最近很喜歡他的書 之前喜歡看哲學類的書 哲學類的書 哲學類的書 差不多消化了 哲學類的書 太深了 他們有很多概念 我只是想放鬆一下 不用太深 早期是需要深的東西 總是覺得自己的人好像不夠墨水 然後又去旅行 這麼有空 不如沉溺一下自己 不如看看書 就可以看這些書 但最近個人已經覺得沉溺夠了 可以了 我覺得我是夠了 不需要那麼辛苦 去看這麼用腦的東西 不如看輕鬆一些東西 這樣就摘開看東西 歸平的書 輕鬆得來用少少路 也要看少路 歸平也是 也好看的 也好看的 在台灣上網買二手書 是 如果有朋友在台灣買書 其實不用成品 成品 成品是很貴的 只是打卡用而已 打卡用而已 真的不用買 另一個網站叫TAZZE TAZZE 就是買二手書 專買二手書 它是可以 即不會缺少一頁 不會 它可以誇張到 我在香港見到一本書 上面寫一百元 那本書在台灣買原價三百元 已經便宜了二十元 那本書還要跟我打六折 或者七折 真的很便宜 真的便宜得很過分 我今趟在台灣住的幾個月 我買了三十幾本書回來香港 寄回來 因為實在太重背不了 最難的過程就是搬 我沒有說 我是載到郵局 郵局幫我寄 寄了我八百元台幣 也不是很貴 三十幾本書 那三十幾本書 已經不是自學 自己看 家裏正在看書 好 即是現在你在家 每天都去咖啡店看書 自己煮 不如去咖啡店 現在正在失業 不如去洗錢 你媽媽沒有 即是你媽媽是用你那一年的錢 我沒有給了一年用完 現在沒有付錢 用完了兩年多 你媽媽有沒有開始 我有金燙回來 馬上就給了一點點 然後把水電煤 全部解決了 你猜到香港 剛好這期就交了 交了不掉 沒有就自己交了 然後就 我家人應該是習慣 可能是時間問題 你已經差不多兩年多 即是他已經不求你會付錢 已經不求 不期望你會付錢 即是甚麼所謂的家裏 他只是期望我 今天在家裏 其實他已經很高興 其實是好事 有某一天 我想知道 你有一天為何要回來 為何要回來 你不是馬上去沙拉沙漠 為何會無端端回來 我不是 因為那一期去了差不多一年 完全一年沒有回到香港 那真的突然間 不如回家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真的不是休息一下 是想停一停 想停一停的旅程 要了眷之環 是的 那旅程你會想停一下 但你停了一會 就告訴你 因為你在外面的休息 和家裡的休息 是兩種感覺 即使你找一個很漂亮的酒店 肯定付錢 那種休息是兩種感覺 回到家 應該是這樣說 回到香港的休息 是兩種感覺 回到香港 我想知道你 吃菠蘿包 然後喝奶茶 一定要去茶餐廳 還有吃燒賣 我不管 一定會吃這些東西 這件事其實是休息 你可能對其他人來說 其實是充電的 是充電的 你叫我到外面 看到夾仔餅 我雙眼發光 我真的會 雞蛋仔那些 我以為是貴 不過是貴的 算了 那個位置是貴的 15元底 神經病 到到15元底 我早幾天在深水埗 吃8元底 深水埗是 深水埗是 深水埗是和銅鑼灣 突然是貴 這樣很過範 農真空心 總之 其實我們上海回來做這些 就是吃一吃的本地 見朋友 吃一頓飯 在家裡多吃兩天飯 喝多點湯 叫做叉叉電 這樣是叉電 其實大概大概是兩個星期 你覺得很悶 然後你開始會看幾票 然後一看哪裏都會有 我們之前約一個星期 你說要去上海 我明天就去上海 你再上一個星期去哪裡? 露營 你去露營 我去西貢露營 露營就打風 我睡一天就回來了 是呀 打颱風 我在山路 吹風 我就走了 沒辦法一定要走 香港的網絡 我知道是打颱風 所以我才走 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不知道 但你香港露營的感覺是怎樣? 雖然只有一天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我去那天是星期五 還有打風前陣 打風前陣 所以沒什麼人 但我跟香港露營 香港人的露營只有一天 一至兩天 我去就去一個星期 或者四五天 至少四五天 四五天對他們來說是最低的 這樣才可以真正叫做休息 當然香港人這樣真的很奢侈 我明白的 香港人有四五天假是不會去露營 不會露營這樣用 但我都是很忙的 四五天我看到香港人很忙的 對 很忙的 我不敢認我香港人在台灣 因為你很容易分的 你不用他們說話 你看他們走路的速度 你就知道他們是不是香港人 對 我走路都很快 我自問都很快 我現在走得很慢 因為走得很慢 我認識的 我看香港走得很快 每個人在我後面不斷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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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次暑假期間機票太貴 其實不是貴,因為很難找到特價機票 其實有的,不過我懶得動 我覺得地方不吸引我,希望找到 其一,其二就是我剛剛做了舅舅 想多些小朋友 其實我很少見他,我見過幾次 因為我家裡上班,很少見他 但也叫見一下 還有今次對上,我已經差不多一年以上沒有回家 說真的,見父母老 剛剛上一次後面呢? 李泊爾 我上一次在台灣,李泊爾直飛台灣 台灣其實是我的中轉站 我很多地方都會去台灣走 因為去台灣機票和香港機票差不多 台灣我有地方住 沒有地方住,我租居也可以 台灣租居很便宜 中國租居大概四至五千元一個月 台幣 那你一個月 那你怎麼不給呢? 又不是沒有 一、二千元就給得起 台北才貴 台北我不去的 我是不去台北 整個台灣我感應我去雲散 我除了台北沒有去過之外 最多經過過 下機去過 我下機第一時間乘巴士 桃園機場 已經去到火車站 就馬上走了 所以這樣回來 你都覺得之後都希望這樣生活 不會的,要延續下去 只會是銀行的錢花到七七八八 你人有底線的 你不會到零 我不建議所有人想這樣做的人 會將銀行變成零 這是很大的風險 絕對不應該這樣做 你有底線 但你底線是多少 你自己決定 你可以說一萬元是你的底線 你可以留十萬元是你的底線 不要緊我不管你 但你一定有底線 底線是多少 其實是你的生活水平來自己計 你知道是印度的 你每日花50元 你每日花100元 你遇到未來兩個月會失業 那你會留多少錢 你自己計算我不管你 但會不會 因為你始終已經過過兩年多這樣生活 如果我來說 譬如去到最低限 叫你上班 你會不會都是 因為我知道有些人 就是他可能上班 花了一段時間 又再離開 是啊,我會 我直接想這樣做 不過我自己覺得 做零售不用太擔心 只是銀行而已 不是說什麼 我怕我接受不到香港的工作模式 這次比較擔心 所以我打算做兼職 三十多人做兼職 我覺得都算厲害 我最近才認識到一個女生 她不是去責任的 她就去旅行 她之前是先做兼職 去過兼職 她去過兼職 回來後 做了一年 頂不住 又要出走 又再做兼職 但是因為過了三十歲 就不可以有時限 始終這件事 其實都有僱主請她 但就沒有那麼兼職 因為你去工作假期 你始終可以轉工 在中間去玩 你始終如果之後要確定老闆 你變成像香港那樣的生活 對,事情沒有變過 事情沒有變過 他就接受不到 於是他就決定回香港找工作 又做了一年 大半年 都沒有一年 然後又出走 如此類推 現在就是 因為暑假 他就在香港 因為他遲些又回到 暑假是鬥爛的地方 對不起 他就沒有 他已經去過很多地方 但他現在決定去澳洲 澳洲 因為他之前在澳洲工作假期 他很開心 已經有地方住了 他那邊有朋友 會給他住 所以他就決定在香港 這兩個月做兼職 然後他就賺錢 然後就過去 然後他就說 他也很希望這樣生活 其實我也是在約他 看看他可不可以做個嘉賓 因為女生去旅行 我也是很有興趣的 其實 你知道女生真的有 女生會有另一種文化 女生會有生理期限制 難道文化業頂住嗎 真的不行 這件事 他不是在山邊露營 也不是在鄉村生活 他在城市 他也是鄉村的 我看他真的跟牛玩 真的在農場 那就可以了 他真的跟我 我看到Facebook 你也知道 但我不知道 其實是的 我最近去台中 我去台中也是 我真的已經去幾天 其實我真的不多 不過可能你去旅行 你去過幾次旅行 你已經不想在大城市 因為我剛好在台中 在亡人森林 那些就比較多 然後我們就去清境 看日出 很冷 都不是我們 Touchwood那天可以 我穿那件衣服 我覺得很熱 其實 他們說很冷 他們說會零度 是的 幾度 於是我買了一件衝鋒衣去 其實是淘寶 就是人在野那件 有兩層 我兩層再加上一件衣服 我都怕熱 裡面已經沒有再穿 我上去 一開始就說很熱 很熱 然後沒多久就脫衣服 只要脫一條巾 就算了 因為日出後其實很熱 日出前 下車時很冷 之後也不太冷 因為習慣了也沒有 對 還有我覺得始終不是香港冷 香港是濕冷 所以會覺得很冷 但在台灣 不知道是不是乾冷 天氣好 天氣好 如果下次接受極鄉村 可能未必可以 他們是鄉村 但你沒多久出去 又有凡甲夜市 你覺得跟城市距離 可以梅花間竹 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又不是要整天去責任 但譬如你叫我幾天責任 其實住民宿都可以 住那些鄉村 家庭式民宿 其實很自由 對 我就會覺得 這幾天很舒服 又去農場 我常常覺得 可能做零首 你一天見人 其實很辛苦 還有 可能我做了這麼多年 你開始 人與人之間 你一定會有些磨擦 或者他們小圈子 或者是 有些 你少少地不妥我 也少少地不妥你 變成大家的body language 或者一些東西 變成很間接 其實我很怕的 但沒辦法 你做這一行 你迫著一定要面對 你的客人可能會告訴你 我很喜歡紅色的袋子 心裏就是極想要藍色的 你是有很多這些 你知道零售 我那幾天 只是感覺到 我見動物 那些畜生比較簡單 對 你會覺得很簡單 給他們吃 別人還複雜有畜生 對 牠磨屎便磨屎 其實牠是這樣的 你會覺得 其實對著動物 真的好過人很多 我那幾天 簡直是開心 我很少不經常回香港 我是少少工作人員 可能你知道 例如我 我沒有自信的人 我經常覺得 因為你覺得工作 可以給你自信 所以你變成很工作人員 以前會 你會覺得 幾天不上班 好像不知怎樣 很瘋 我告訴你 可以上身才說的 對話 我喜歡上班 你會覺得 我不可以說自己很喜歡上班 我說不出 又要Key王子華 給你 我喜歡上班 但我真的會 以前 會在Facebook 寫說 有幾天沒有聞到袋子的皮 好像有點不知怎樣 因為我以前 叫賣袋 放一個回家 真的不知怎樣 會這樣 會回到公司 會掛著袋子 這樣好像是印度 印度出皮 沒有關係 是很掛著公司的袋子 但我第一次去台中回來後 我對著同事說 我真的不想回來 其實 我第一次感覺到 我真的不想上班 很少 因為我同事 他認識了很多年 之前也認識我 我很害怕 你說你不想上班 他們知道我只是工作人員 說你不想上班 我很害怕 很多人怕你不做 他們說你很擔心 很擔心我 你為何不做 不是 是因為你看到 下月開始變少了 開始變少了 我整整是覺得 我很少 一去那個地方 會覺得 很想在那裏住 但台中的確是我 突然間會覺得很想在那裏住 台中是的 你說台南 我太香膠了 我接受 半鄉村的環境 很棒 台南不鄉郊 台南不鄉郊 台南市是城市 別人有三月的 對不起 我只看到它是肯登那些 肯登那些 肯登不是台南 肯登不是台南 不是啊 肯登在屏東下 我經常都對我們的環境 屏東就算是鄉下 屏東是鄉下 台南不鄉下 對 台南也不算 我不喜歡駕駛30分鐘才能去到八街 台中是整個台灣居住率最舒服的城市 對 我覺得是 比例最棒 是 簡直有人說 如果你想生活的話 一定要選擇台中 我真的覺得 在那裏生活 你問我我選擇生活 我也選擇台中 雖然我喜歡花東海岸線 但我們要問我 如果有一個落地生根 在台灣 我敢在台灣落地生根 我選擇台中 我也是選擇台中 我簡直想到要在哪裏住 我們很瘋狂 那次跟我朋友說 因為我現在做了某一個牌子 我簡直已經在台中某一個百貨公司 看到那個牌子 我轉過去 晚上就去馮甲夜市吃東西 然後就在高邊住 然後我已經在想 有空就去看看動物 有空就可以入清境 五千元一個月左右 四、五千元就有了 四、五千元台幣 台幣 你真是傻 想移民過去 應該是很貴的 移民過去 投資移民很貴的 居民台灣 不是 二百多萬台幣 二百多萬台幣 八多萬港幣 也很多 其實多加速 才沒有錢移民 原來就走了一早 我本身也沒有這麼多 最差的 你本身有這麼多 我都買樓 百多萬拿來買樓 香港的人 百多萬拿來買樓 你過兩年就變兩層 那倒是 那倒是 他說得對 如果有八多萬在手 八多萬在手 你工一工一層 一層變兩層 如果好運的話 你真的變多兩層 不要運也變得 那麼多出來 大哥 總之你不要放銀行就可以了 不要放銀行就可以了 香港現在 錢就是不夠買 但又有一塊在 然後你就要說服 高不成低不就 其實那一刻你真的要說服自己 我在開球那一刻 我說服自己 說服了很久 究竟我應不應該用這塊錢 去做這件事 但是後來是 後來是決定做的 因為那時候 我很省省做 第二就是 我今次不做 應該這麼說 應該這麼說 我有個台南 有個朋友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你今年 那年三十歲 你三十歲還揹背囊 我今年三十八歲 我揹背囊已經痛了 我台南式的朋友跟我講這句話 然後我跟自己講 如果讓我等到幾年 等到八年 如果我背囊痛 我去不了 那為什麼不現在去呢 我八年之後可以再賺錢 我八年之後一定還可以回老公 三十八歲我不信 我還不能回老公 就是還可以站在那邊 還可以 但是他請不請你那個問題 到香港很少零售不請 但是你問我三十五歲之後 我還能走不走 我自己不敢肯定 我真的不敢肯定 我去的時候已經是三十歲了 我剛剛過了Working Holiday才去的 是的 嗯 要不然我去Working Holiday 我們第二節再講一下 其他Backpacker的故事 好 好 大家好 呀 呀 呀 嗯 那 來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